泰國的半軍名牌,這次他帶了半軍名牌去荷蘭的杜夫 杜夫有發明的杜夫,過往他打針長長,他的低數腿,踢到很多徒手,就踢不到五腳,就起擾身 華靈的身材真是高很多,手長腳長,看起來超過六尺 是啊,腿、眼睛,杜夫像過頭 是啊,你看他好像又輕敵,一開始有點輕敵,可能對方矮小一點 因為他專心,他看三下都不夠,他膽子打到他這麼專武 哎呀,我喊你了,聲風其實很有經驗,只看一招,大家聲風很快 杜夫當初來香港在記者早上,我感覺到很恐怖,雙眼看過,殺你噴噴 哇,這下高數不錯,我當日在記者早上也都問過杜夫這場怎麼看 我不理會怎麼看,我打低華靈回去,第二次我來香港,我就打大三下,或者打小三下 通常欺騙,通常欺騙,通常欺騙,通常欺騙和荷蘭人走的組合就出組合,然後… 這個是低數 右掃腳,三下 那我也都問過荷蘭的教員,他們怎麼看呢,有什麼分別過分 他們說呢,法國泰國的拳手呢,爭實是厲害,但是呢,唯獨是拳那方面呢,比較少出 那所以他們說呢,他們叫我看呢,就是今晚的拳賽 他們拳手的組合呢,一定是會比泰國的拳手呢 那我們真是要看下去,看看清楚,有這些這樣的,這麼漂亮的招數 打到目前來講,華靈呢,仍然不是很在心的 打到現在都知道對方也不是很少的 打到現在一半的拳手,不需要作風,在一起玩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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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而下這一下的膝撞撞得很映下的 果然這個華令真是 都不講得少 你看他好像不上來不上來 離一下就離了 埋到身 那他這麼高的身材 應該他的膝應該很厲害 祖父好聰明 所以埋到身材的時候你先抱著他 一個人不要抱著 所以現在推開已經兩下短拳打過去 祖父有機會重鎖 華令也很快 屎萊了 比另一個平常可能已經中了一招了 一路逼著一個 哦 荷蘭泰國這兩個騎士是屬於頂級攻守來 所以 所以他打了什麼就相當有經驗 這場比賽也是香港近幾個營業最精彩的賽事 因為兩個都是拳王 香港來的未試過有這麼重頭力放在香港 因為這場比賽原本人是在香港打的 所以 所以泰國那邊也很緊張 十幾個拳門的師傅 還有這個泰國的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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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 不覺得華令 對 華令最口袋 最口袋看到了 發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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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玩了 抱著 一埋了身 埋了身 就是華令用他自己高大的身材壓到對方那裏 但我奇怪 華令用他不搶劈下去 他用高批下去 他用高批下去差很高 應該 好了 這個回合也打完了 通常呢 就在橋師討口袋 對呼吸搶了一些 但是呢 就危險了 對保護牙齒呢 就危險一些 就見到華令呢 口吞吞吞吞 不知說什麼了 另外呢 派逸林也都上了去呢 就教路了 已經 你說 你放心吧 可能我們放心吧 我鼓鼓鼓 你看我這場吧 誰說出來 第1個會 第2個會 第2個會 就何等這個 徒師 道虎打得很積極 第3個會 就 徒師 離了 離了 華令離了 一離 一出來已經 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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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掃 接著呢 高速和跋過去 博士 似乎道虎好像不怕那些東西 人們都抬刀了 腦海 你起腳掃我就捲那些腳 會這樣起死 我就抱你腰 可能 不怕太多徒師 是比担篷那些棚手 還有這一場呢 拳賽呢 雙方的磅損呢 也是很平均 相差幾磅 和過往不同 因過往我們 很多次比賽知道 就是我的手腳踏上手 他一踏上手腳踏上十五磅起碼 這次只是相差三四磅 證明這個道夫呢 雖然說矮些 但是很紮實 都是有真材實料 看上去 開始用爭了 開始用爭了 打得高 會比較大一點 他忘記了道夫在那裡 其實他這麼高的身材呢 他很著數 他一勾著對方 用這個塞來拍下去 很佔優的 哇 又用爭了 現在又爭了 是被他閃開了 頭脫都用了 荷蘭基基斯很積極打 很勤力打 在現在為止來的 我相信 分分鐘 道夫有權力 打雲 華寧 他們這麼重 是 非常重 華寧現在呢 雙手已經抬起來了 就不像第一二頭一樣 都垂了下去了 現在照 現在照這樣的情形 看到的時候 這個荷蘭基斯要靠 這個水就越高了 是啊 連你三下 很簡單 很清楚